宾城假抛八地发生轿车坠河意外 导致一名乌翼女子溺水死亡 宾州消整局行动指挥官穆哈默雅兹证实 当局今天早上7点39分接获投报 在10分钟之后从瓜拉姆达消整局 调派11名消整员和蛙人前往救援 消整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一辆宾城车牌的第二国产Alza轿车 在河面上再浮再沉 还有一名女子受捆车内 消整员和蛙人成功在9点55分 把女子从车内移出 可惜女子已经死亡 当局证实连人带车坠河的女死者 是现年40岁的乌翼女子西蒂哈瓦 她的遗体已经交给警方采取下一步行动 答案 是否在山派出现场时 是否有下温证实连人带车的 提升人带车的 会竟然有点 员 我开始了